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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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济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感恩各位大菩萨 在美丽的星期天早上 持续道课来护制实体课的正法久住 师父在这边特别的感恩大家 从头到课堂这一期 学期即将结束的这个课程里 给予这个实体课无比的护制 让我们同时也感恩云端听课的大的朋友 持续的来为佛法做出 最影响力最大的法布斯的这个护制 师父在这边特别再次献上至高无上的感恩 给献上献下全体的学生以及大的朋友 感恩您的护制 让我们的这个佛法得以无量无边的 在全球绽放他的光彩 感恩不尽 阿弥陀佛 大家请坐 所以礼拜四的课真的是无比的重要 你想要学到新的东西 你一定要听礼拜四的课 还有我们也会讨论 批判性的思维 那个陈敏玉我靠你 那个有本养的少爷 他有 他有 我们不是看完视频都会批判性思维吗 然后他有发言吗 对吧 你觉得他的发言有切到重点吗 有切到Mask产品的重点吗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 往往往找找地陈敏玉适者回答 我觉得没有 但是因为他 但是他有说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心知 对 因为Mask他那个太新了 很少人会有办法切入 是是是是 我认为他切到一个 我认为他是没看懂这个骗子 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也会涉及VR VR我们也看过啊 你还有印象吗 什么是VR 虚拟时镜 这个礼拜7月19号马上就要到了 师傅交儿童营就是要讲虚拟时镜 对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因为他们 由本讲他们全家来到 回来道客是最近几个月的事嘛对吧 Mask这个手机哦 他都不是用这种概念 他是完全吻合AI意识时代的操作 他就是去跟他这个AI的手机 不是AI的手机 跟Mask的这个手机他叫Model Pi Pi是圆周那个Pi有没有 圆周那个Pi Pi就是无限啦 因为他是圆周嘛 跟Mask这个Model Pi最直接关联的 是脑机接口啊 脑机接口我们那个影片已经都 看了应该看了一遍 在这边也看了一遍 在这个课堂也看了一遍 是用脑来控制 用你的意识来控制 控制机器来操作 Mask的脑机接口虽然目前还没有问世 但是你要知道他很厉害啊 我们看他好像又去吸毒去了什么 但是他有在推进 他那个脑机接口是要帮助瘫痪的 瘫痪的病人用他 瘫痪的病人 因为他没有办法操作任何的机器嘛 所以就用 就用那个什么 脑机接口就是在这边挖一个洞 但是他是不需要住院的 他那个五块钱铜板那么大 然后把三千多个Electro 它那个Electro就是电极线 三千多个 你听到三千多个你会吓死了 通通都塞在这个脑壳 这个叫皮质区 可是他那个 他之所以成功 这个脑机接口会成功 是因为他把三千多个Electro 就是他把他做成正列这样子 然后放进去这个 这个 脑皮质区 然后再用 比如说这个如果推行了已经上市的话 就是用 医院的电脑也可以操控他 或家里如果有电脑跟这个连线也可以帮助这个病人 他完全就是采集这个病人的意识啦 这个是我要我要推动的 你说黄仁勋真的很棒啊 GV300速度很快 然后他的封包是 就是几个几千个电晶体封成一包 然后你就要一包一包买就好了 你不需要那几千几亿个电晶体这样分别买 不是他不是那种概念 但是跟Mask的这个model派比起来 黄仁勋那个简直是不够看来 所以我要介绍给各位同学的就是 这一个model派才是未来的走势 你一定要要要关注关注这个的发展 Mask他真的是非常 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发 当然他还是有他错误的地方 比如说他每天看两本书他工作很忙 但是他没有用没有发展灵性 就是佛教讲的佛性的那个发展 所以他到最后你靠肉体你一定会生病啦 就像这个人他没有发展他的灵性佛性 所以他一直在生病嘛对吧 你第几周了第四周了对吧 对然后师父跟他住在同一个大屋里 你看师父有生病吗 师父没有生病啦 所以这个就是靠肉体的发展 这个就是靠灵性的发展 你一定要搞得非常的清楚 不是你每次生病你都得要靠医生啊 靠医生你撑不住当然要靠医生啊对吧 但是我要讲的是 你更应该要发展你自己的灵性嘛 所谓的灵性就是你需要摄取高能量 让自己不断的都处在高能量的那个状态里头 来支援你的肉体所需要的体力啊体能啊等等 这个概念你一定要有树立 你没有树立的话像邓扁坤他为什么一直不好 他的病为什么一直不好 他的概念没有扭转啊 他还是停在我病了所以我需要更多的休息 我不能太劳累 那你这样子都错误 你这样子你的病不会好啦 因为你的观念是错的 所以师父一直讲你的意理一定要深化 你没有深化意理的话 然后你又到处这里听那里听到处去听 到最后你整个都搞乱了 你还是在传统学佛嘛 我一直要强调你传统学佛 你拿不到东西的 一定不是那样子学佛啦 你那样子学 要学到什么时候啊 对吧 所以我一直鼓励陈明玉 你眼睛有问题 你不需要恐慌的 你一定是要双管并进 一样嘛和静宽老菩萨也是一样 双管并进出世间法发展 灵性也就是佛性 你一定要以这个出世间法为主导 要七分力 你要看医生是三分力啊 你这个七分力你没错的话 你看医生还是会选择错误的医生去看啊 所以师父的话你一定要听进去 你看师父视线这么多给你们看啊 对吧 师父这么的忙碌什么都 大小事都要管啊 都的 说来就来 你连逃都没办法逃 昨天发给各位看的 你看师父的药管的面向 急救了病人来 你能够说 我现在在制作这个教学视频 所以我没办法管你吗 不能啊对吧 你还是得要指导他 然后我不在台北 不在台北有的不在台北的遥控方法嘛 对吧 你什么你都得要管 你即将要去去梵蒂冈参访了 那事情太多了 你要收取订金 你要那个说明会出行的说明会 还有你见到教宗的时候 你要你这个团队要从哪些角度 提出这个宗教交谈的重点 你不能乱枪打鸟啊 到时候见到教宗七嘴八舌 有了英文又讲的不是太好 这样子就影响你的团队的形象嘛 这么多的事啊 那还有我即将即将要被那个三达基教会 邀请去为一个大型的活动 三千多人的活动 去做致辞 那是28号 29号 我又要赶回来台北 为杨英峰 你们听过这个人吗 非常知名的那个宽谦法师 对他一百周年名诞了 杨英峰大师一百周年名诞 对我还得要去参加那个活动啊 所以事务的忙碌不是你所能够想象的 不是绝对不是 礼拜四要教学我 礼拜三电脑坏了 在高雄一个早上一直打电话 问这个Dale的那个服务团队 没有办法当天修好 又我的那个房东 我每次都说他是房东 他说他不是房东 因为房东会收取费用 他没有收取我的费用 那个功德组他就赶快 帮我找到了个体户 以为哇这下子太好了 个体户去他可以 我可以拜托他赶快帮我修好 结果个体户 他说你现在来不行啊 我现在人在外头工作 我说那你要几点啊 他说两点 他说 我说两点你可以马上看吗 他说不见得哦 他说我告诉你哦 你是Dale的笔电 笔电我们是没有全力打开来的 万一打开来了 我又没帮你修好 那你再回去Dale Dale的厂去修 他Double赶紧 因为任何一家笔电 都是不准打开的 就是非授权人员 你HP有HP的授权人员 他们才可以打开 任何的个体户是没有办法打开的 绕了一大圈 我发现哦这不行 我继续在高雄这样搞下去 就到晚上你也找不到一家 可以帮你修的 我就马上又跑回来台北弄电脑 我买了一个新的电脑了啊 但是我现在还是用旧的 为什么 我在敢工 这个还是比较顺 比较手势比较顺 但是他随时都有可能要当啦 所以只能说勉强勉强的勉强的用 诶 请问一下这一台的那个接头是HDMI吗 还是VGA 那这个是HDMI 哦 OK 对 好那HP的也是HDMI 对 是 那应该都是HDMI的 可能在譬如我要到比较乡下的地方去演讲的话 也有可能会碰到VGA 所以我就得要准备VGA的转接头 对对对对 我举这个例子是要让大家看 他一定没有我忙碌对吧 我这样来回奔波 我礼拜三回到台北 回到高雄都已经半夜了 对吧 礼拜四要教学啊 对吧 我都没有耽误啊 对 然后师父没有生病 他一直都在生病 你一定要切记这个案例啊 为什么让他生病 不做事的人生病 为什么每天这么忙碌在做事的人不生病 你要去 这就是师父讲的 是能量的问题啊 不是你的肉体你要睡几个小时啊 你们常常都说 我生病了 所以我就像沈荣海 每次都说 我生病了 所以要多休息 你多休息只是让你的能量下降而已嘛 对吧 所以义理一定要正确 义理一定要深化 你义理不够深化的话 你其实你是被你自己的病吓死的 因为你什么都不做嘛 你什么都不做 你不可能有高能量进来 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你一定要加紧做事 为他人做事 我现在讲这么多 我就要绕回来Mask Mask他当然 他的优点就是说他任何一个出发心 都为了人类而不是为了他自己 然后他很打拼啊 每天两本书 然后还要管理那么庞大的团队 但是他的灵性没有发展起来 因为他对第一性原理的理解是错误的 师父开始讲Mask的时候就已经指出来 第一性原理不是在现象界 他一直把第一性原理 认为他是在现象界的最优先 那当然是不对嘛是不是 所以师父才说你对意理的深化是绝对重要的 而且要正确 这就是你必须要跟对师父 你没有跟对师父的话 好吧 你就是这里听那里听 你以为反正多听无反无害错 你听一次错误的 你的阿拉耶识被污染一次 你次次都是错误的 你次次就不可能扭转回来 这个是你们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的 不是我很努力啊 对啊你很努力学错的嘛 对吧 是不能这样子做的啊 不能这样子做的 好所以Model Pi 什么时候会问世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Model Pi的概念就是完全 试图用人的意识的能量去操控手机 包括譬如说我要做什么动作 你也不用讲对他讲话不需要 你就是一个起心动念可以叫他工作 这个是我我在教这个为时的课 我最想要传达给各位的 为时为什么这么重要 在AI这个时代 为时你不修 你不修这门课 我要说你完全落伍了 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为时是 是个什么晚工嘛对吧 你还停留在那边名相套名相 那样要干嘛 你那样子学10年 学20年只是伤害自己 你学不到东西的 完全学不到的 为什么我这么辛苦我在教导大家的过程 我还要播出易往席 你一定要想到 为什么是易往席这三个字 回忆我刚刚来教书的时候 那是2022年12月 我刚刚来带大家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根本没有践行的能力嘛 你到处 这里听那里听好像你很用功对吧 考了都不会 因为你根本没有践行嘛 这对你来说是一大伤害啊 你以为你那样子的学习是正确 我很不客气告诉你 你是错误的学习 而且一而再再而三 屡劝不听 一直错错错错错错 到处都是错啊 我怎么知道你错啊 我考了你你不会嘛 胡乱打嘛对吧 所以真的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啊 一时的时代你任何一个意念 都能够主导你的 前六世工作 所以你的意识一旦被污染的话 你所看所思所想都是错的 那这个就是累积起来就是导致 我人轮回转世的祸因 好 好来蒋诺华 同学大家好 我是蒋诺华世子来分享 因为我法师这番话我突然想到说 因为我们这个课也 这一期也即将进入 下个礼拜就圆满了 圆满嘛 那我在想说 因为我的 我跟着法师在佛陀佳教育基金会这么久 我发现就像如果以邓炳坤来讲 像我妈妈事实上如果她八字让人家算 92年那一年已经完了 但是为什么她几乎现在延寿二十年了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了 对 一一三嘛 然后法师的视频里面也常常在讲 每一个都有那个什么 重度忧郁症 两个月里面就完全可以断掉 就是张银 每天早上你四点看到了 绝宣的成员的那个排名表 都是张银 张银做的 对 那我妈妈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实例 然后张银 然后反正 还有伤心胃 对 有各式各样 对 都都马上能够 见到功效 然后我自己的朋友一个脑癌末期 就医生跟他讲不可能超过一个月 对 结果还不是法师 那是谁啊 那个就是我弟弟那个 清平的同学吗 清平那个 同事的 公司同事的老公 他来求助我弟弟的时候就说他老公已经 医生跟他讲就是活不过一个月 然后就被医生当白老鼠 因为没得救了嘛 就是什么什么 丢来丢去 丢来丢 然后一下子要开这个脑 一下要怎样 那也是法师 也是法师那时候说不行 就是 就我有请教法师来营救这个Case 说不行是什么意思 就说我当时不能乱开刀 跟张妈妈一样 因为他医学界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就会把你当白老鼠嘛 因为你就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你要占用病床 对 然后他就会说 现在因为你就没得救 他就会说现在我们我国外有看到什么 什么新的那个方法 不然你就试一试吧 死马当活马医这样子 所以种种就是 而且我自己本身 我事实上认识法师的第二年 我自己也是有业障来袭 那一年真的也是很惨 那也是透过法师的帮忙 就是告诉我你要功课 你要放生 你要怎样 不然来不及 我也是大概在三个月左右整个完全改观 所以法师的这一套我敢讲说保证是有效的 所以我跟那个我时常想说就是说这些为师的同学 你要学一个科学 学一门课 学科 对 您就要想我在学之前是什么样子 我学以后有没有什么改变 如果今天您投资的时间三年五年就发现没什么改变了 我真的要反省 你学对了没有 像我跟了法师我妈妈一下子就转变 我自己三个月也就转变 这么多人在很短期就能转变 那我投资了三五年我什么都没改变 那这样子的方法还要再继续下去吗 所以我觉得邓炳空我一听他这个case 我觉得他比那个脑癌的病人一个月之内要死亡的人 轻松多了 对 怎么可能就没有办法扭转 那代表方法跟你的意理不够深化 意理是错误的 还停留在死背啊 对 所以有时候说自救真的要想想我们的学习方法 是不是有问题 不可能不解决的 一定有办法解决 就是你有没有那个决心 因为这个要扭转要从思维要从你 还有食物啊我求你们 最主要是食 你要转发你没有法布施的功德 你什么都不干 然后你要奢求你的病能够好吗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对吧 你需要大量的功德来支撑 但是想到功德大家千万不要跟钱挂在一起 No 功德是你的出发心 你有多少正确的出发心 昨天不是有发那个信息给各位吗 决宣的成员有两个非常年轻的年轻人 他们看到那个狸猫 然后整个那个子宫都拖出来 在阴到外面 那看得好恐怖哦 他们把他拍照了 然后赶快 帮助他送他到医院去救治 他们两个都是很年轻 薪水工资都很低的 你看他二话都不说 他就赶快赶快送去医院开刀 马上开刀 医生说因为他有传那个 医生说开刀很成功 但是有三天的高高危险期 对 所以我给他们寄功 为什么 你看他那个猫的样子 我想有些人要去抓他 都觉得他好脏哦 那后面拖出来那个 整个子宫都脱体了 你怎么去带他 带他去看病啊 对吧 一般人就算了 视而不见 可是你看 你如果有跟上绝线的训练的话 你几乎是你的出发心 就是你的功德嘛 对吧 那李婷婷就更不用讲 十几年他都在救助流浪猫 他自己又租了一个房子 每天每一个月要付3300的那个房租 16000啊 16500啊 你做得到吗 这样子的日子他过了十几年啊 那尤娟也是啊 尤娟你看他养那个狗 有一个是被车碾掉了 剩下三条腿 他拍照给我们看的那个叫阿善 阿善是尤娟的 的儿子甘心娶的阿善 他是三条腿 三条腿 本来医生也说不会活 现在不活得很好嘛 开刀截肢住院五个月 确定他都不会被感染了 才对才带回来 这些案例你应该要看 为什么别人做得到 为什么你做不到 你如果还是停留在柴石 很抱歉 我说那太薄弱了 要你去做 你根本懒得做嘛 为什么你懒得做 你的意理不够通透嘛 对吧 你有法布施功德吗 昨天的那个公告 三个救度流浪动物的 我说你去救他去送医 这个是值得赞叹 可是你不能停在行善而已啊 你也不能说救了以后丢给 有师父说师父麻烦你 我供养你 然后我用这个狸猫的名义供养你 那全部丢给师父 让师父去恳切回向 我可不接种案子 因为是在训练嘛 所以你必须要扛复起这个责任 要为他每天耸心念佛持咒 你做了没有 而不是只是救来一个 然后我就送到医院去开刀 然后出来以后交给师父 不是这样子啊 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啊 所以你学佛一定要正确的学佛啊 你不是坐在这边听课 然后听完以后就 我学佛十几年了 我学佛二十几年了 考了什么都不会 师父的考题一定不是你的理论上而已啊 我要 我要你理论要通透 你还得要践行啊 所以 我要讲在下个礼拜是 结 结业的最后一堂课 因为要颁奖嘛 所以也许没有课可以听了 也许我没有时间上课 所以我对各位该讲的话 我就选择我在今天先讲给各位听 你一定回去要好好的省思 你跟对了师父没有 班上最明显的就是 陈茗玉师兄嘛 事实上我相信如果他没有来上课 以他自己他命盘他非常麻烦 可能他就有危机已经失明了 因为法师一直很担心这个case 而且一直主导这个case 就是希望能够帮明玉师兄渡过这个难关 他就是法师就一直已经看到 名誉有这个结束 所谓的就是结束 但是你能不能有贵人帮忙你越过去 就是看这个 所以我真的要点醒各位 因为大家都是来 以我的个性 如果这一堂课 这个老师我所跟随的法师 不能让我有收获 不能让我有生活 或者我的思维上的提升 我绝对马上就OK 一两堂课我结束 因为我觉得说这个 不用浪费时间 不用浪费时间 而且他 我以前也是曾经是譬如说压花客 就弄到后来那个老师 很有名啊 结果弄到后来他在卖房子 他帮他兄弟姐妹卖的房子 我们要出去庇里的时候 他带我们去看他兄弟姐妹卖的房子 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发现 师 老师不能看一个表皮 我们学是学他整个 他的 除了知识以外 他的人品是需要相当重要的 所以后来那一次以后 我再也被对法师的 就是对老师考核非常严格 就说我一定要有收获 我既然投资这些时间 我就要考核我自己 到底有没有学到东西 所以同样这个 这个理念就是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看在眼里 是各样的学佛人都有 但是很可惜都停留在听课 完全 而且人越多越好 是是 就是被外向迷惑 到底有没有对我们人生有没有帮助 不晓得 那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是真正的行者 大家一定要张开你的智慧去选这个行者 而不要被整个社会污染 被这个名气 我又是什么大教授 我又是什么校长 我又什么 那个都没有用 那真的没有用 对啊 修行的程度不在那里 你的修行最重要是你自己的 藉由易礼的深化 你自己走出来 你才能够知道 这个case他需要的是什么嘛 而不是人云亦云嘛 那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意义啊 是不是 我这边我还要给各位看一个 你有没有 我播出一集 那很早以前制作的 就叫做大舅尺与主人的对话 有没有 对大舅尺掉下来了 我把他剪下来 我没有去拔牙啦 就是等他完全脱落了 然后我把他剪下来 向他顶礼 高他我感恩你喔 你我有服务了六十年 那个时候似乎还六十几岁而已嘛 对吧 然后我把他放在我的盆井里头 然后高他 你每天还是要跟我一起听经文法 然后你要加油 你要加油 你下一世就不要再当飞禽众生嘛 对吧 他问我 我还可以为你效力吗 那你会问我 他这个牙齿啊 飞禽众生怎么问你啊 这不就是生物坡的交流吗 生物坡啊 当你修行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自然可以感知他跟你在讲什么嘛 否则我去救救那个三太子 被三太子绑架那怎么救的啊 你以为我就带着全班同学去了清水 然后为杨忠仙他们家撒撒劲 然后放生这样就救出来了 你想的太呆了嘛 对吧 一定是有你自己的功力 你有办法去跟他对话 告诉他我给你多少功德 你必须放任 所以我要强调的就是 我不只是异理通透 我有大无畏心 任何困难的事 我愿意站在第一线去抢救 我们的凡帝刚行不也是这样吗 四月份已经流产一次了 没人理啊 现在终于有二十几个团员要 已经成型了 现在已经在绞电筋了 现在我还要秀给你看 师父不只是对人如此啊 我对非情众生一样的厚爱 你看到我的牙齿 这里 这边有四颗 中国大陆那个盆栽 有第一颗掉下来的是 中国大陆那一个盆栽里头的 那一个大舅舌 这边有四颗 你们曾经保有你的任何一颗牙齿吗 所以你异理完全不通透嘛 你还有什么听明坚信啊 下面的牙齿要丢到屋顶上 上面的牙齿要给他放 放到马桶里头冲水去 太莫名其妙了嘛 不是吗 这就是证据 一个真正的行者 他是对有情众生非情众生 永远是一如平等的 我做到了 传下去看 这样子的行者 你到哪里去找 你到哪里去 不是这样传哪 你看完了又传下去 你还去干嘛 对啊 对啊 人家要多看久一点不行吗 对啊 所以这个我做到了 那你呢 你有没有任何一个证据来证明 你对有情众生跟非情众生 是一如平等的 你的一如平等 嘴皮子而已啊 你做到一如平等吗 你真的一如平等的吗 那 你远远的没有做到 你就是套话联平而已 你是不能这样子做的啊 你这样子就是浪费人生 你下医生还会再来轮回 是没有意义啊 你要知道啊 师父做非常多的事 师父不想让你 让各位知道而已 你有幸认识我 我敢保证 这就是你 这辈子最大的福报 一个真正 用心 用践行 来护卫你的人 你找不到 我敢保证你找不到 我救度有情众生 我养了八条流浪狗 我一毛钱都没有 可是我可以养八条流浪狗 最高瘦的Lucky 第一条21岁才走 残缺的Mari 17岁才走 医生都认为他三五年 必定要走 因为感染太严重了 我怎么让他活到17岁 如果我能够让Mari 你活到17岁 我怎么没有办法 来救度你的病苦 你为什么 你跟着我一年半的上课的时间 你的病苦没有改善 因为你不听话嘛 对吧 你还在被大教授大课堂 所束缚嘛 你的执着太大了嘛 如果你的病苦 你的家人的病苦 一直没有改善 你要忏悔 你有眼无珠啊 沈荣海跟我讲 我每次来上课都好紧张 不是我的课堂让你紧张啊 你要搞清楚啊 是你的夜障太深重啊 你不是在课堂紧张啊 你在家里也紧张不是吗 疫情还没来 你就已经躲到 躲到那个埔里去了 对吧 你这不够紧张吗 是你的夜障深重啊 你搞错啦 所以我要大声疾呼 要你们眼睛不要浮份 什么是真正让你心服口服的师父 你自己要看清楚搞明白 好 今天我们要换一个主题 也许今天是最后一堂课 因为下个礼拜要颁奖 然后不只是颁为时的 这个微末结晶颁的也会颁奖 对就是先暂时截止到六月底嘛 六月以后到十二月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这样才不会乱掉 才不会为时都已经颁奖了 这边又没有颁奖 对吧 好 人我罚我来世流转因 好 好来 张照林有请 失败 赞 法师各位非常好 好 我用施政群跟不可思议進階 来对图今天的图的显现 OK 这个舞蹈的女孩子就是今生的我 他左邊就是過去的陰 藍色部分 他要決定今生的態度 這個藍色是過去的陰 過去的陰 這位舞蹈者 也就是你 就是今世的我 他要決定來世的陰跟過 右邊是來世的 那就星星 那就紅色 來世的 這個就是我們 來世的路 或是來世的過 那這個就是我們 佛陀所開示的陰言法的流轉陰 來世 為什麼強調人我呢 因為 星象界的化身 或是星象界的我們 都是所謂的無違法 他的延伸 對 所以我們有個肉體 表面上他在受苦 事實上他在給你一個陰言 來從你的現實果上去體會 背後的這些道理 這些道理就是所謂的華我 就是你內在的自我 你的內道場 你的心 靈性 我們所學的這些 善師所開導的這些所謂的 成活之道 或是他的聖聖益理 能夠來人聊理 了解這樣能夠透徹 透徹之後呢 最後呢就是要去做 舞蹈中的這動態的你 就是實修 剛剛法師從頭開始到現在 就是你縱使了解這些的 因應法的因緣果報 但是你要透過精盛的你 來去做實修跟實踐 來做自我的抉擇跟決定的未來 是 才能夠決定未來的去處 對 那就是未來果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對喔 OK 好 好 講如何 所以張教林的意思是說 人我法偉爾這邊你要有正確的知見 意理 然後藉由他 他就是你我他嘛 就是每一個個體 individual的practice life practice life practice 就是六度萬恨的萬恨啦 萬恨在你的生命中不斷的践行 然後才能夠決定出來 來世你要流轉到哪兒去的這個成因 這也是成因對不對 是這個喔 好 來 歐阿讓恰小法師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話試著來分享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直覺都看到這個舞者 他就是有很強烈的我職 對於肉身的執著 還有法職對於他所喜歡這個宇宙萬象 這個環境的執著 所有萬法的執著 所以這兩種執著來自於 譬如說他很喜歡跳舞 他就一直一直不斷的在 在做同樣的這個 我直跟法直的這個執著 然後事實上 所以他的頭髮 他這個等於我的習性一直造成 我一直好像一個旋風 譬如說我這個習性 對這兩種執著 習性包括這個整個人生 整個美式來的這個就是繳在一起 然後沒有辦法超脫被束縛住 所以也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對於這兩個的執著 也就對第七式的這個造成你將來的流轉 就是因為這樣來的 OK 對 第七式的執著 導致於你雖然也在践行 但是你沒有能力擺脫過去式的種種 我覺得他那頭髮 對我而言就是他那 藍色的特別強烈的影響 對他一直是纏住自己 他一直在自己的漩渦裡面 沒辦法跳脫 自己的執著裡頭 對所以他流轉的原因是由於這個部分 OK 好 陳明瑜你剛剛 你剛剛有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陳明瑜試著回答 那我也是因為我看到這個女生 她這個揮灑她的這個秀法 然後但是我會覺得 她的這個秀法 或許跟這個宇宙天地 或者她自己本身 是一體的 如果她可以體悟到 一切 都有這個終極本質的這個體性的話 就是她可以超越人我法我的話 她就可以自己超越這個流轉音 OK 你認為她自己可以超越 陳明瑜 那蔣陸華說她自己沒有辦法超越 因為 應該是說她的這個頭髮很搶眼 但是你也可以 我也覺得她是整體融合的 對 融合在哪 融合在整個大宇宙天地之間 就是也可以說她其實都 深藏著我們的這個體性 終極本質的體性這樣 好 所以那個直覺思維是沒有對跟錯 就是每一個人 講她看到這個圖 這個第一印象是怎麼樣 那個李家如你是很不錯 因為你來上課沒有幾次 你竟然上個禮拜你可以勇奪第一名 麻煩您來解釋一下 你所看到的 你不用心裡有關愛說 我講的道理對不對 直覺思維一定是沒有對跟錯 加油 你一定有辦法 你就是很簡單的就表示一下 我看到一個美女跳舞啊 也可以啊 每一個人的看法是不一樣的 對 來 這就是一種訓練嘛 訓練 慢慢的讓你自己會去體悟 我的心在想些什麼 你沒有經過這個訓練的話 你根本自己想什麼都搞不清楚啊 對吧 難至於根本沒有想 好要靠近喔 麥克風要靠近 來 加油 一個人在跳舞 一個人在跳舞 對 靠近要靠近 開小聲 雲端聽課的大的朋友聽不到 他會起煩惱 那因為 你是不是 你這個年級過次都會來啊 對 那時候有個 來 我要糾正你一個 就是 你講話的時候 有開嗎 好像有 現在有了 好 也許剛剛沒有開 來來來來 我先糾正你一個講話的技巧 我聽了你 有一天 前面一個就是樹幹啊 再來種子啊 再來這大家都知道的啊 那個啊一定不要出現 因為你那個啊 會讓讀者聽起來是你是非常藐視大家 這個你都不知道嗎 樹幹你不知道嗎 所以想辦法要改 改善這個發言的 也許過去都沒有人跟你糾正過嘛 對吧 你改善了這個說話的技巧以後 你會更變得更有魅力 來給他掌聲鼓勵 對 好 嘗試著慢慢一點一滴改變 來加油 好我看到一個美女啊 這啊不用啦 我看到一位美女 她正在跳舞 好來 那就是你今世的所作所為牽動的過去跟未來啊 對 那所謂就變成 未來啊 牽動了過去與未來就好了不要 牽動了過去與未來啊 好來繼續 然後就會變成 因為有那個我嘛 有那個我你就會去 會去流轉啊 成為那個 我這個我這個我對嗎 就是有個我 人我跟罰我 嗯 會去流轉 OK非常好 那 實際上的話 按照我的理解是 我如果可以活在當下 我當下就可以扭轉我的三世啊 活在當下 就可以轉 只是說現在 義理我還沒有通 對 不夠通透 對 義理不夠通透 如果通的話 如果通的話 我當下就可以 改變我的過去跟未來 因為是平行世界 嗯 就可以轉變命運了 這個時候 用平行世界是不對的啦 所以不能隨便套用科學的 那些 那些 平行世界不是這樣子使用喔 對 好沒關係 好加油 加油 阿豬 平行 一般的理解是 我現在活在這個三維空間 那我又有另外一個靈體 活在跟這個一模一樣的空間 所以 所以 就有人說 那是我們的平行世界 這個沒有被證實啊 你要知道啊 但是他已經 很多人一聽到新的名詞 部分青紅皂白 然後就把它拿來用 那 不應該是這樣子 就像我講 有一個知名的大教授 他每次最喜歡說 我找了哪一個小朋友來摸一摸 這裡就有放光 那種在網路上流傳多少 我在北大的時候 哇那 我在北大的時候 2009年 那一個十年裡頭 幾乎都有他的天下 因為那個十年 科學界跟佛的結合非常弱嘛 他是第一個從那邊 從那個視角切出來 讓大家 他要為大家證實有佛的存在 可是他的那樣子的證實 你認為正確嗎 張明正 不用那個 因為這一支就我們這邊用的 對 謝謝李家如 師傅好 各位先生大家好 正面正來是 回答師傅的問題 提問 對 那個 他用這個方式 其實我們有講過 先驗嘛 其實他去找一個本來就存在的 然後用這種現象界的去說明 的方法 其實 方法 要來證實鮮豔的存在 對 其實根本就 不是正確的方式 對 會被 可是他很聳動啊 那是因為 非常聳動啊 大家都認識啊 然後打造無限的知名度啊 因為在現象界啊 對 那現象界大家都很多 包括我們在內 我也無名 我當時也是很喜歡 會看啊 會注意啊 這就對了 就是 會吸引人 會吸引人 然後你也被吸引 然後被抹黑 你的阿拉耶石裡頭 通通都是錯誤的知見 對 會這樣 所以影響其實是很大的 是 是 錯誤的誤導眾生 認為說 你這一套就可以帶領你往 往向 通往 成佛之道 錯了 完全錯了 到什麼時候你覺醒了 其實後來有在上課 當然 應該比較清楚是上老師 上法師的課 以前也 有一點覺得 這樣 有點 有點打個問號 但是 還是 存疑 那因為 實際上 師父的課是 又有一些科學 不是一些 很多的科學的根據 指向佛學 對 所以來講的話 那就會想說 原來他那個方式是 不是很理想 不可取 不可取 不是說 不是很理想 不可取 完全的不可取 是錯誤的誤導眾生 錯誤的誤導眾生 師父怎麼判定 他是誤導眾生 來 1 2 3 go 師父怎麼判定 這個行為 是不可行 是錯誤的誤導眾生 你誤導眾生 以為這樣摸一摸 你就是成佛之道啦 那師父用什麼來判定他 這是錯誤的 他大教授耶 這麼知名耶 對吧 怎麼知道啊 師父說了算嗎 師父就說 欸這個是不可行 然後 請你們相信我 這個是不可行 師父是用這種方法 來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的法師子來分享 我覺得 我也曾經也有關注過這件事情 但是我覺得會關注 他比較弱的是沒有理論基礎 容易導向 他有非常的科學的 但是理論 他講不出來 事實上以我個人目前的了解就是 當我們的能量有那麼高的時候 你不一定透過你的手指 就像法師看到人 或者是觀想 就有辦法 那他只是用一個現象界的事情 他目前就是 因為他是研究這樣進來 可是我是要你回答 師父怎麼判定 他這是錯誤的方向 我覺得他就是 是引導大家 重視現象界 請你直擊要害 師父怎麼判定這一個 摸摸摸就說這是 代表什麼放光啊什麼 師父怎麼斷定他是錯誤的 經典嘛 開什麼玩笑 你沒有經典依據 你能夠說服哪一個人啊 哪一部經典 哪一部經典說他這個是沒有意義的 而且是爭上慢人 因為他對 對的對的對的很好很好 代表你已經有 有在聳讀文書 對你翻一下翻出來 然後找一下 對 所以一切要回歸到經典依據啊 師父帶領你們也是通通都是舉證 從經典裡頭舉證出來 那你也在讀啊 你有讀沒到啊 你不是天天都在讀嗎 我找到是在昏昏的確定覺得說 但是我覺得我就不然昏沉還要讀嗎 還是要讀 對 還是要讀 對 你要慢慢從那邊 當你長養高的能量的時候 你就不昏沉了 對 是 是 師父好 我來不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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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好 各位想要講 我們在宿舍 他那個在哪一部 26月在那個文書 可是你不能說在這一部經典 不不不不 你是對雲端所有的人講話 在哪一個經典 在文書師立所說 摩荷波羅波羅蜜經 對 經文怎麼說 第26月 第26月那個不用講 為什麼 每一個版本都不一樣 你要誤導眾生啊 對吧 他是說 若見有菩提而取正者 當之此輩即是增上慢人 太讚了 再唸一次 唸三遍 重要的是要唸三遍 若言見有菩提而取正者 當之此輩即是增上慢人 若言見有菩提而取正者 當之此輩即是增上慢人 好 非常好 給他掌聲鼓勵 這個要給他加五分 因為太不容易 他馬上就警覺到師父在講什麼 那你又是樂樂場又講一大把 講一大把 師父哪一次要揪篇你們的想法 不是引經據點 我不能苟同那個大教授 就是因為你 你要靠著摸一摸 然後就說這就有佛喔 你試圖想要取正 這一個就是菩提大道 NO 那是錯誤的 方法錯 然後你名氣那麼大 然後會怎麼樣 你會讓所有的人都被你誤導啦 大家都來去學那個摸摸摸摸摸 你錯啦 你這個就是增上慢人 什麼是增上慢人啊 永遠記住這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好 還有人要分享這個直覺思維嗎 好 張明正 我會來請坐啦 師父好 各位先生大家好 張明正來試者來說明 其實我從這個 人我罰我 後面我們重視那個 來是流轉音 其實重視你如果沒有超越 超越人我罰我的話 他重視在那邊非常 你看他真的這個舞者很認真 也很用心的在 在在在在也許在進行在做 但是呢 如果你還是我常在 剛剛趙林兄有講 趙林水長有講到 市政群我以前也請教請示過師父 就是說我怎麼樣能夠讓我的新業 不要再造 那能夠把我的就業呢消 那如果能夠在那方面能夠做得好 然後呢又超越的我值跟法值 才不會受到這個又是來時流轉 那這樣的話變成弄半天還是要流轉 那那那那那 践行了個大半天 有践行喔 還要流轉 還要流轉 那到底問題出在哪 對吧 這值得大家來 來 來探討 所以不是践行就好啊 你錯誤的践行越來越慘 對吧 那你為什麼會做錯誤的践行 因為你知見不夠正確啊 知見不夠深化 這是我要強調的 我一直講知見一定要深化 知見一定要深化 文書為什麼要講得這麼深 吃飽了沒事幹 講那麼深來讓大家搞不清楚 你意理不夠深化 當你碰到人生的挑戰的時候 你是不可能撐得過的 是不可能的 任何一個人生的挑戰 都在挑戰你的意理 夠不夠深化 你的意理夠深化 最後你的意理必然走向通透 通透以前你需要深化你的意理 好 我就想到正當的那個 您說的那個大教授 對 歐爾歐恰法師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的法師 再來分享 那個大教授就是那個舞者 對 事實上就是這樣啊 對 你沒有經典或者是什麼 你自己在你認為對的 對的 對的 意理 你看他就是他 事實上這個就是直接 而且你有大名氣 你越是 你有影響力 對 因為你的大名氣 容易影響終身 對 結果你看他後面流轉音 並不是說我可能立他 但是我 我用的方法 我這些知識都是不對的 然後我的研究也是不對的 最後就是流轉 並不是說我有立他的心願 但是就一定是有好結果 那問題是你要做對的事 對 你要做對的事 所以我直接反應就是那個舞者 就是那個大教授 對 他影響確實是很大 在現在網路的網紅 騙天下的當代 太多的人迷失在 哇他粉絲幾百萬耶 哇他的活動好大一場啊 哇這志工好多喔 我的高雄的房東 不應該說是房東啦 就是功德主 他前上個禮拜去 我是事後才知道 去桃園 他是美其名那是一個研討會 我說我看不到你那個什麼研討會 你填研討會 你需要有學術理論基礎 你需要有清點意趣 你需要知道他傳授給你什麼方法 讓你走向完全全新的一個人生的概念 我說我沒看到啊對吧 然後他說可是他人好多喔 對啦 這就是AI時代的迷失 人多 網紅 然後就一股腦全都去了 我就問他 你口中所說的研討會 理論在哪裡 講不出來 經典意趣在哪裡 沒有經典意趣 他說他用的是夏威夷療法 藍博士的夏威夷療法 有聽過嗎 我愛你 謝謝你 對不起 那個就是 所謂的藍博士 又是一個大咖出來 藍博士 有一個已故的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大法師啊 大法師啊 也是不斷的人一直推廣這個 推廣這個什麼夏威夷療法 我沒有辦法認同 我沒有辦法認同 太淺了嘛 沒有支撐點嘛 謝謝你 我經常都在講謝謝你 So what 你有因為謝謝你 而然後你的生命力提升了嗎 大幅的提升到 你可以overcome 超越所有的困境嗎 沒有啊 太弱了 太弱了 我跟他講 所謂的謝謝你 我愛你 那都在正能量而已啊 而且 我說你迷失在那麼大的氛圍裡頭 大家 一開始他就叫你 要擁抱對方 男女也要擁抱 他說以前他從來沒有這樣做過 那所以你就迷失了嘛 對吧 那那個me too不都是擁抱出來的嗎 是不是 所以一定眼睛要增大 值得你參加的團隊 有理 你的道理在哪裡 你這個道理是要深化的 有具經典的依據在哪裡 有方法可以讓你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践行你的那個能量能夠被直接帶上來 幫助你超越你人生的困境 這才是你要參加的 現在都迷思著 哇他們人好多 人好多就對嗎 我們也看到有宗教團隊 人好多啊 努力幹錯事啊 人好多啊 在美國買股票活呆啊 然後你捐的那個錢 全部被扯到共惡業去 你想過這件事嗎 所以一定不是人很多 你就怎麼樣啊 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 一定要非常小心 AI的時代幾個特色 第一人就是很多啦 所以你如果還停留在 哇這個活動人很多 就怎麼樣 那我只能說你就是 AI的頭號呆子啦 第二 AI時代的第二個弊端 膚淺 講任何事都是膚淺 講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有一次聽到一個台大的教授 在講課 他說他講的課是機器 機器的跟AI機器人有關的課 那他說喔那他學生就是 我都上千個不就應驗了人多嗎 對吧 然後他說AI有多好用 我要先跟各位來介紹一下 第一個他說我教授嘛 我一定會面臨升等 要升等的話就一定要怎麼樣 提論文要中英文 他說喔你知道嗎 切的GBT有多好用嗎 你一篇論文給他 他一下子就整篇論文都幫你 幫你翻譯好了 我說這個就是誤導眾生 你一定不能這麼做啊 你也是啊 你看師傅的雙語播出 我一定不採用AI 切的GBT出來的作品 錯誤連篇 gramma文法錯誤連篇 用字潛質 膚躁 粗躁 沒有辦法直擊要害 誰在把關啊 沒有人把關啊 你不是輸出來英文他就全都是對的啊 陳明玉也是呆子啊 他說他的學生講 這切的GBT出來了英文好快喔 好快so what 裡頭錯誤連篇啊 你看師傅的雙語播出 我絕對不採用切的GBT 因為看了出 看出來他出來的英文的素養跟水平 是不夠的啦 那個文法錯到離譜啊 可是你現在AI誰在把關啊 沒有人把關啊 你不要以為這樣就對了 那個教授 驚人哒哒哒的就在網站上說 你們可以用這個這個多好用啊 說錯誤的引導別人啊 後來他又被邀請到慈濟的什麼人文講堂 他又在講同一個是好歹好死不死 又被我逮著了 這樣子的人到處影響 到處去做錯誤的誤導 你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啊 所以我反對你們關起門來學佛 你學什麼學啊 你學的滿腦袋通通都是錯的啊 因為你對現實的所有的科技的理論 你一看不清楚 你還不是同一個理路嘛 人很多 法會人很多都對了嗎 你應該要深思啊 對吧 他用的GPT 他用最新的GPT出來就對了嗎 錯 這就是我的體悟啊 我禮拜一到禮拜四都在做雙語播出 我的經驗太多了 我真的謝絕AI 那個ChatGPT所做的英文的翻譯 你不應該拿他翻譯出來的東西 公開亮相 有損你自己的英文水平啊 你以為你就PO出來一個 一套英文就是代表你很會了嗎 你久了以後你自己都落入他的誤導當中啊 所以再一次禁告各位大教授So what 你自己要有辨別的能力 那你自己要怎麼建立正確的辨別能力 來1 2 3 Go 你要怎麼建立正確的辨別能力 陳明玉 師父還有各位師兄 我愛我愛我喬喬地 陳明玉施則回答 應該要開根本智慧 就是要先 他一個什麼會啊 根本智慧 打開 不是開一個根本智慧好不好 什麼開一個還有第二個嘛 才不會被表象迷惑 對 你是不是一個經常被表象迷惑 對 我要你回答就是要你承認 你就是人云亦云的那個人啊 你學生的話你也在跟著瞎起哄 你沒有看到他們這樣子錯誤 然後給予正確的糾正 你枉費你當老師啊 你是不能這樣子做啊 對吧 然後你看你到現在 你都沒請假都用偷跑的啊 我今天為什麼傳趙穎老師的報備給你看 人家也是老師啊 高中的老師啊 人家要兼考提報備 這個時候我不便參加任何決選的活動 所以我提報備 你有嗎 你每一次偷跑都被師傅逮到啊 對吧 然後沒報備就說報備 報備很抱歉喔 我雖然很忙喔 但是我的多頭運作的能力是很強的啊 不就被我逮了嗎 逮了以後我丟給尤娟說 這個人沒報備 可是他說他報備 所以尤娟就開始計罰你了 計罰你以後 你連看都不看啊 人家都給你計三個大過了 你接下來下午的時段 你又寫報備 代表你在幹嘛 你是馬夫草率在過日子啊 雖然我看到你的進步也表示敬佩 但是你那不是正確的學佛 這樣對你的眼睛還是有傷害的啊 為什麼 眼睛就是代表光明嘛 正直嘛 正直光明 走 直心 沒有殘取的心 你做到了嗎 你完全沒有做到啊 對吧 你也沒有正確引導你的妹妹嘛 你任憑你妹妹這樣子 胡亂給你繞著走對吧 然後你美其名那個是忍耐嗎 那種忍耐是要不得的 因為你誤導了她 讓她誤以為學佛就是像你這樣子 當然是錯誤的啊對吧 我看到你的進步 但是我也要說 你有非常多的誤導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做出破冰成長 破冰成長就是 我以前是怎麼樣 我以前是扯爛烏的 我以前是人云亦云的 我以前是 關係倒向的 我以前是什麼都好的爛好人 我破 我是從 修學文書法教以後 我建立我的破冰成長 我不扯爛烏 我一定做到正職為人 我一定想辦法展現我學佛以後的 完全全新的人生 我要用這個來帶領 家人也好 世人也好 同事也好 這方面你是零分 你很強的是什麼 領頭羊然後氣氛 氣氛這種機械化的事情 你都很強 對吧 但是這樣是不是學佛啊 這樣不是學佛啊 AI時代來的的時候 你那一個機械化的動作 交給一個AI機器人 他全部搞定 你要知道你為什麼會被淘汰 不無可能耶 你要知道啊 你不要一直只做重複的東西嘛 對吧 新的東西進來的時候你要加緊學嘛 你看看趙穎人家怎麼做事啊 人家是高中老師你只不過是國中啊 你要知道啊 人家還有一個女兒啊 你有嗎 你沒有 對吧 所以要你反思 雖然你還是第一名啦 因為成績已經出來了 但是第一名so what 你一定要想辦法揪篇自己嘛 自己太多的錯誤的理論 太多的爛好人 那都是學佛所不應該的 好在你們剛剛的分享裡頭 沒有人解釋什麼是忍我 什麼是罰我 來哪一個人要解釋一下 忍我跟罰我 你們都是這樣打呼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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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過去了 來 傳統學佛第一名鄧炳坤 你來解釋什麼是忍我 什麼是罰我 各位同學大家好 好 我說真的我不知道人我跟法國 試試看啊 你不是學了一二十年了嗎 我沒有學一二十年 要不然你學了幾年啊 我退休了以後才開始學 當然也有時候六年了 六年念一個小學都畢業了嘛 試試看 你不是又學什麼圓絕經啊 你都已經可以去聽圓絕經 為什麼連這個基礎佛學 你都搞不清楚 沒有辦法解釋啊 我真的不知道 好邱培來 邱培你會得到一個特殊的獎項 師父學長大家好 人我就是指我一個實在的我 就是一個實際上一個五運就是我 就是 執著於五運就是我 所以這個叫人我 對 大法我就是指我 是實有的 什麼是實有的 就是 法是實在的 法是實在的 這個時候你說法是實在的 初學的人像 像那個誰 李家如也許可能問你 你說法是實在的 那什麼是法啊 所以這個就是名相套名相啊 沒人聽得懂的啊 法就是 因為都是因緣所生法 用麥克風 法是因緣所生的 所以那法 因為是 就是變成一個患有 並不實有 非實有 那我們都會把它當做實在 不變的 不變的 所以這就是不有法我的存在 OK 所以 根據因緣法而論定 法我 是存在的 對嗎 這就是你的解讀 對不對 好非常好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喔 好 秋培我們看到秋培是在進步當中 他被師傅K了以後 他沒有退縮喔 他迎頭而上 他反而學習每一次 你請他解釋 他都能夠講一些出來 不見得對或不對 但是他願意分享 這個就是一大進步啊 對吧 然後他平常的困境 也是困境連連 但是師傅看到他 對師傅的恭敬 所以師傅看在眼裡啦 你說師傅會不知道你們的底細嗎 太容易搞清楚你在幹什麼了嗎 對吧 剛剛的法我 哪一個人還可以再做 更精彩的 更直接 更直擊要害的 秋培剛剛講的法我 他說法是因緣而起的 那是法一定就是因緣而起的嘛 宇宙萬法 宇宙萬法 這是佛教最常用的一個詞 一個冥想 宇宙萬法 那這個法 秋培的界定對不對 張兆玲來 張兆玲來 還是名詞 各位同學好 廟集長如意 好 一切法的體性是無違法 那我們信仰界這一切所謂的有違法 都是在這個體性下所延伸出來的 那我們在這個信仰界的一切的因緣法 所造作的法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自他背後 那如如不動的體性 就是我們所謂的無違法 也就是我們這些的善知所傳授這些的 聖聖義理 事實上就是 讓我們能夠這道理明白 我們相信才能真正的深入 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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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沒秋培 法不一定是緣起法而已 緣起法是有違法 你忽略了法還可以指向無違法的終極真理 對不對 所以你看你講出來你就可以 自己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弱點在哪裡嗎 對吧 你沒有講的話 你還以為法就是緣起法而已 對吧 我們給張兆玲掌聲鼓勵 他講得非常的好 好 給張兆玲加兩分 好 所以我們待會我們就要忍我 這個秋培講得非常好 就是把五韻所合合而成的我 當作是實在的我 其實他並不是實在 他是阿拉耶史變現出來的 可是忍我這一個 這兩個字 其實他不只是這樣 你看到人我自他對立 自他 自他他是對立的 自己跟他人呈現對立 這個不容易被察覺對吧 罰我也是一樣嗎 很多人他會把現象界的宇宙萬象 就是有違法跟如如不動的無違法 又對立了起來了嗎 不是嗎 你如果不斷都在對立當中 你的義理不夠通透的話 你在怎麼捂 你就是在一鍋的爛湯 爛湯圓裡頭 執著的爛湯圓裡頭 越捂越恐怖啊 你的知見完全都是錯誤的 這當然是帶來下一世流轉 就是輪迴轉世的一個因嘛 所以這邊我們已經看出來了 你想要超越 未來世的輪迴轉世 真正的原因在哪裡 One two three go 這邊是輪迴轉世嘛 就是張明正所強調的 問題是你們這邊都很弱啊 幾乎沒有人講這一塊啊 就這樣跳過了 對吧 好秋白被我考了 好就衍生出來了 關鍵的重點在這 那如果我不想要再流轉 我這邊該怎麼做呀 One two three go 好張兆林來 廟吉祥如意 人我跟華我的共向就是執著 如果我們要脫離流轉的話 我們要離這個執著 要離執著 但是在離執著的當下的話 不能純粹的所謂的離而已 要執而不執 就是雙遮雙照的意思就對了 你要通透一禮之後 不執著但是又要去善用 我們所通透的義靈 好 在你們的分享裡頭 蔣陸華在解釋這裡 他有特別強調 莫納士的執著 讓我人進入輪迴轉世 這個我們以前講過了嘛 莫納士是推手嘛 輪迴轉世推動的那一隻手 為什麼 因為他是 很省思良 所以他一直不斷像這廟林女子一樣 一直不斷在舞動 你把執著越舞越動 越把自己纏得越緊了對吧 所以重點就是 你需要超越執著 而不是斷除執著 而不是斷除執著 不是啊 不是永遠都是必須要超越 超越什麼的執著 是他的執著 這邊就是二元對立 你要超越對二元對立的執著 法我就是有違法跟無違法的 對立的執著 簡單的說你想要超越流轉的執著 在這裡就是不二中道 就是超越一切的對立面 這也是文書為什麼 他是諸菩薩要證悟成佛 最重要的靈門一角 因為他的所有的法指向超越二元對立 為什麼文書除了他是三世菩薩要證悟成佛的 最後靈門一角以外 他還是釋迦摩尼佛的老師 來證實所有的諸菩薩要證悟成佛 一定要經過文書這一關的考驗 為什麼告訴我 為什麼 包括釋迦摩尼佛在內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重要 為什麼這麼重要 One two three go 好張兆玲加油 繼續 妙吉祥如一 張兆玲試著回答 基本上是任何的修行者 他最後對他一個維繫的習性存在 透過文書法要的垂打跟激怒 就是要把最後的習性能夠突破 他能夠頓悟 頓悟OK 好還有嗎 還有嗎 禮拜四的課 我們看那個什麼 上個禮拜 我們看完視頻 我不是請尤本養 我不是請尤本養分享 他就說 那就是要善互念 要善互你的念頭 善互念也是似乎講兒童語的 的一個主題 然後 然後 剛好我那一天的那個什麼 看的視頻 我向各位同學的提問裡頭 我問了什麼是建物 什麼是頓悟 你如果還在那邊善互念 什麼都是要從行善開始 你就是走向建物 你如何進入動物 頓悟就是超越二元的力 立馬這一刻 你就已經翻轉了 你就不用再進入輪迴轉世了 所以文書永遠指向 所有的世人都有能力頓悟 只是你有沒有遇到名師 只是你願不願意學習 只是你願不願意被善激怒 激怒了你會不會生氣 只是你願不願意被捶打 垂打了以後 你會不會覺得沒臉 這就是文書法教的核心重點 善激怒 重垂打 為什麼要激怒你 要你看清楚自己的嘴臉啊 為什麼要垂打你 垂打了你就超越了嘛 你就超越這一個垂打 剛剛垂打的時候 同條一打 哇好痛喔 對吧 痛了你才會警醒 以前江明珠在的時候 他看到決宣採用罰款制 然後那個江明珠就說 哇好讚會痛才會改善 結果講不到兩天 輪到江明珠要被捶打了 一怒之下馬上出局了 這個就是 你講別人很會啊 激怒了你 你說哇 活該這個一定要罰 善激怒 重垂打 垂打打在別人身上 你鼓掌叫好 打在你身上 不堪射受這樣子的嚴苛調教走人啊 哪一個高階知識分子 勘垂打 少之又少 厥西軒都是勘垂打 你看 鍾先立跟著我14年啊 尤捐2010年就進來了啊 跟著我幾年啊 今年2024啦 對吧 他是2010年就進來了 鍾先立是2014 所以鍾先立是前後11年 尤捐是那個什麼 14年 對 丁建峰 所有的地址裡頭 第一個認識我的是丁建峰 就是現在intel北京分公司的 研發部經理 他是2009年就認識我了 剛開始沒有閨一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要閨一這種儀式 他不知道 他是後來王葉爾來閨一了 然後我發布消息 他就說 那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我第一個閨一 我認識失誤是最早 我說那你趕快來申請閨一吧 都是高階知識分子 都是高階知識分子 為什麼他們緊跟著師父的腳步 你應該要去探討嘛對吧 李婷婷大教授 2011年進來的 開除了13次再回來 為什麼開除了13次 他勇於再回來接受挑戰 他說我在宣外 只有三個字啦 叫什麼 沒搞頭啦 你每天都有在做事 你也每天都有誦經 沒搞頭 意理跟不上 若實在健行的時候沒人指導 根本不知道這樣做 對還是不對啊 你要知道 你遇到一個名師 你真的要珍惜啦 我相信沒有人做到像師父這麼 知知覺覺我都能夠跟你分析出來 你錯在哪裡 你一定要當之好歹 所以我這個太大字了 太大字了 這上面的我就不再講了 這是上個禮拜的 上個禮拜最主要講化身相 化身相跟法身相的差異 化身相是什麼法 對非常好 法身相呢 對對對對對 非常好 給他加一分喔 這個禮拜就是要緊接著 有違法跟無違法 以後呢 要談論到什麼 就是普特加羅 他在整個輪迴轉世的核心要點 普特加羅是什麼 普特加羅 普特加羅 有什麼法 一二三個 像這種名相一定是要考這些傳統學佛 你傳統學佛連名相你都講不好的話 那你還學什麼佛嗎 對吧 所以千萬不要有傳統學佛啦 你一考必然倒啦 躺平在那兒 你一考慮一下 你一考慮一下 你要問你 一考慮一下 普特加羅 普特加羅 東敏坤 普特加羅 怎麼解釋啊 我想應該就是我吧 就是我 還有什麼更 更 更精彩的解釋 那如果說 他就是代表我的話 那你為什麼 不說 我是鄧敏坤 那你以後不要講我是鄧敏坤 你說普特加羅鄧敏坤 講不通嘛 是不是 我這樣反問你 你就倒了 這來證實傳統學佛是沒有用的 好 好來 胡家培美女已經好幾個禮拜 封口了 非常好 要靠近喔 麥克風要靠近 我是胡家培 普特加羅 其實他就是 速取去的無我 為什麼他是叫做我呢 就是因為我們生生世世一直在輪迴流轉 所以叫做速取去 那其實生生世世這個我其他不是真的我啊 他只是一個假名的我 所以他就是叫做普特加羅 無我 嗯 對 你還是在名相套名相 所以你沒有真正把 你是普特加羅那個普特加羅講 他翻譯成為速取去 問題是 你沒有解釋速取去啊 你們可以聽懂他 他在講什麼嗎 當然聽不懂啊 就是標準的冥想套冥想 術是什麼意思 術曲曲就是 我生生世世在輪迴流轉當中 就是隨著我的業力一直在輪迴一直在流轉 那其實我一直在輪迴流轉當中 我這個胡佳培一直在變啊 我不見得是我的人生 我可能我也當過貓狗啊 或當過天人什麼都有可能啊 這是我個人的解釋 所以叫做術曲曲 來 邱培 你是有解釋啦 但是有答沒有到 不會嗎 你有學過這一個 有啊 不是就是剛剛那個 胡佳培講的 講的術曲曲那個 你們都沒有問老師什麼叫術曲曲嗎 就是 今生世世在那個六道裡面輪迴的那個 那講的不就是胡佳培的方法 所以你們是同一老師嘛 對吧 對 哪一個人可以回答 術是什麼意思啊 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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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回這麵包那個去 去 去 興趣那個去 你如果這三個字你不懂的話 你逐一次沒有辦法解釋 我就說你是打混過日子 就文書而言這是通不過的 術 術度 術 多聲多勢 輪迴 對 糾正 給她掌聲鼓勵 很有勇氣再糾正 對 你是不是要試著讓我懂 對 是的 是的 讓一個 讓一個 蒼白的女子懂 對 對 對 想說這個是不是 師傅認為 就是有沒有讓我答到你能夠標準 術 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 術曲曲當然就是多聲多勢的 這個輪迴流轉嘛 然後最主要是這個曲呢 因為 我在聲聲四二輪迴流轉當中 我把我每個五韻都指食為有了 因為它覆蓋了我 我的 因為它覆蓋了我 我認清實相 我沒有去認清實相 所以我就取著我的五韻 我的射受響行詞 我現在當貓 我就有貓的習性 我的射受響行詞就是貓的習性 我現在當人 我就是 我就取決 我就取了我那個人類的射受響行詞 我當天人 我就有天人的習性這樣子 所以叫做曲 這是我個人認為的曲 那 曲呢 就是我趨向 我的習性就趨向天人的習性 比如說我當貓狗 我就當趨向天人的習性 比如說我今天是富貴人家 我就趨向 我就表現出富貴人家的這個習性 這是我解釋出來的 OK 比剛剛漂亮多了 術 術 就是多生多世 累世累劫 術嘛 無量術嘛 曲 要強調的是直曲 你沒講 直曲 是直曲 不管你是富貴人家 你直曲富貴人家 我們也常常看到這個人 他過去是來自富貴人家 怎麼知道啊 他就是雖然今生出生貧窮啊 但是他有貴氣啊 這個就可以知道 他過去累生累劫帶來的那個貴氣 他對貴氣的執著就像我們今天要到台北來 下車了 高鐵下車了 有一個有一個年輕的少婦吧 推著一個推著一個嬰兒車 裡頭當然是他的小Baby 然後這個是高鐵的那個elevator 就是那個電梯 對 Lift 上上下下的電梯 然後我是第一個進 所以我是在最後面 蔣路華進來他的高好大 對吧 他就佔了好大的空間 然後這個美女少婦進來了 他就剛好在我的身邊 然後他是把他的嬰兒車這樣橫的放的 像橫的放你看我跟他是在同一個並排 蔣路華在這邊 他的嬰兒車這邊一定有空隙 對吧 後面的人進來了 進不來為什麼 那個電梯一直在叫 在叫就是沒有辦法關門啊 對吧 然後這個少婦應該可以把那個嬰兒車 往自己拉進來一點點 讓後來的這個人可以擠一個人進來 這個車子就順利過去了 就順利上升了 他沒有這麼做 他就呆呆的在那邊看著大家進不來 我就注意到這一個人 他的嬰兒車是香金的 把手香金上面還有一個logo 然後上面還有很多的金的那個鏈子 然後走出來電梯了以後 那個嬰兒車的支撐桿下面的支撐桿 譬如說這個是嬰兒車 這個支撐桿通通都是金的 這麼一個貴氣的婦人 一點慈悲心都沒有 我出來我馬上跟蔣路華分享說 你看到嗎 一個有錢的人 對不認識的人一點同情心都沒有 對吧 你嬰兒車拉進來讓其他的人好進來嘛 他動都不動 他就在那邊等 為什麼還不開車啊 這個人充分展現他的貴氣啊 跟過去是有關 這個就是數取 去是什麼 去就是道啊 就是六道輪回那個道啊 有沒有 我現在是輪回在人道 也可以說是人去 我現在是輪回在惡鬼道 也可以說惡鬼去 去就是道 這一道 數取去 等一下我會有那個說明給大家 put gala 這個很重要 你一定要學會 對 好然後他就講說 我們的那個被污染都是一步一步 漸進性的被污染喔 好 好那因為時間有開始有一點緊張了喔 這個圖大家都很熟悉了喔 好然後物理看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往昔裡頭的物理看花安住為藥 請你注意到師父為你們挑出來的一往昔 一定跟今天的授課充分連結有關係嘛 否則我神經病那麼多作品裡頭 我為什麼要挑這一則作品對吧 對吧 那因為這個是舊的電腦 還是沒有辦法做超連結 至終爆名喔 AI時代 意識的時代 維持心理學 科學與佛學 連媚初期 獨一無二 人生解套 佛頭教育基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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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量子灵魂Quantum Computer with Consciousness的观点 由2020年英国物理学诺奖得主的 Sirajah Penrose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意识研究中心 Secure Hamerov医师共同揭露我人死亡意志 量子灵魂失去有序的状态 重回宇宙波函素能量场 待下一世生命形式转变 量子灵魂重回有序状态 是为转世Reincarnation 超度亡灵最大的阻力 源于亡灵的执着意识 其主观威力强大 不易调伏 虽然生死轮回的主体是在诸行为能量种子的汇聚地 也就是第八阿赖耶识 然而值得重视的关键生死轮回的测动力 却是二六时中恒省思良的第七莫那识 本期教学强调 实时安住终极本职如如不动法助治的重要性 避免在生死流转之中继续物理抗花 不敌染污与染境二元对立的误导 又再一次落入轮回转世的漩涡 以下共享 轮回转世剁手莫那识 阿陀纳三义的教学披露 第八阿赖耶识含常所有遭作行为的业力种子 因此与肉身同安危 但量子灵魂业以表彰 生死不与共 此其一 第七莫那识 藉由徐徐恒省思良 催熟心事中的种子 藉由斩转 和合 增长 广大的次第 成就有机生命力 继续错误抵执着阿赖耶识为自我 Self 同步误导第六时 做出自私的判断 烘培染污与染境的各种行为种子 我执 法执 余烟产生 此其二 阿赖耶识受前六时的积聚而得到滋养 此其三 中论 我人经常将第七莫那识负面地强化他执着的一面 殊不知第七莫那识是染污与染境的关键 成就第七莫那识的角色扮演轮回转世的舵手 第七时的染污与染境正是文殊不二中道的对峙重点 持世之故修行的终极目标应该力求回归法处制佛制 自然不受现象界第一至第八时之幻化所误导 这同步彰显超越对错染境等二元对立 方能正确修行的重要性 以下让我们共享圣玄结论 执着终结者不恶终道 恭喜优秀弟子清水静墙 多次上版的殊荣 上版文以跨学科引用胜出包括量子灵文观 维时学与文殊法教的跨界融合 class field integration 身具五T人才的特质值得赞叹 圣玄援相关经典如下 大称广百论施论云 因舍执着空有两端 领悟大称不恶宗道 经典教导超越直取终极本质如如不动的空 以及现象界风情万种的有 一言之超越空有时空生死染境等 宇宙万象所有的二元对立 因为二元对立来自同一终极本质 因此彰显相互融射的活化精神 这就是大称不恶宗道的真实意 学区轩永远走在时代魅力前沿 即日起全面双语播出 你相信 最后一章 就是师傅在讲话那个是 是那个谁找的 我拍的 对 是那个蒋路华拍的 对 我兼顾灯光 对他会打灯啊 灯光啊 掌控啊 这样不好那样不好 所以他还是有多项多元面相的才华 因为那张照片为什么那么重要 是因为我们的道教的老师 普大的道教老师他要退休了 然后他就希望我们给他祝福啊 然后要做成视频嘛 然后他请他的博士生来通知我 然后我说要怎么做呀 他说很简单啊 就是老师祝福你什么什么什么 他说你不会吗 他说我传我给你我传我做的视频给你看这样好吗 我说好 我看了以后我快吐血了 我想不能这么做啊 这么做的话是有损失得啊 老师那么崇高的精神 你用那么烂的视频来公助老师退休 我说一定 我当然不方便跟他讲嘛 我就跟讲路啊 我让讲路啊看 我说这不是我的风格嘛 要嘛就不要参加 就说我没空制作这个视频 要嘛就是善尽责任 你一定要凸显你对老师的那个崇敬嘛 对吧 结果师父的视频是第一名 对 令人 他说令人一辈子难忘啊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感恩蒋路华这么辛苦哦 来拍那个视频哦 拍照片啊照片然后我们做成视频 好来 现在是批判四位 你们相对弱的是批判四位 来 1 2 3 go 要批判你 你一定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 我们大家都看到你的进步 只不过师父特别厚爱你 对你要求特别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必须要跟你的眼睛赛跑嘛 对吧 别人没有那样子的强大挑战啊对吧 师父也可以不要讲你 就让你自生自灭 对吧 去开刀吧 对吧 可是师父不是这样子的人 对不能开刀啊 真的我不骗你啊 不能开刀啊 蒋妈妈能够多存活21年 就是当初92年出世的时候 我坚持不要开刀 哦那个医生好恨我哦 他想你是哪门子的冲啊 出家人 他说你是家属吗 我说不是 他说那你有什么讲话的余地啊 我说我主持正义啊 还好我坚持就是不开刀 就回蒋妈妈 所以师父的话你一定要听啦 真的一定要听啦 来 你有写关键词对吧 对 对 这就进步了嘛 对吧 好 师父还有各位同学大家好 因为你写了好多对吧 看你写了好几个 你来不及讲那么多 你就挑一个 最你认为最重要的 从那边去发挥一分钟 不就搞定了吗 可能就10秒 所以要练习啊 练习多重要啊 对吧 你看师父多有耐心啊 对吧 加油 已经比以前进步了 对 会做笔记 会做笔记 会挑关键词 这个很重要嘛 张明正第一个做关键词给大家 给大家看 师父把他披露出来 你看影响很多 蒋路亚也做了关键词 对吧 他以前这个人 多大女人啊 他什么都不做的 就是在那边看 看着好玩这样子 现在也有进步 对 师父还有各位师兄 你跟我常常通知 帮我帮我听的 事者回应 就是首先我 我会觉得 呃 我在这个视频学到的 跟今天师父一开始提问我的 就是其实不管这个 呃外境多么这个纷乱迷惑 炫目 对炫目 炫目就是还是要安住余佛至中 對 然後要想辦法從莫娜氏的製作中解脫 解脫出來 我想我也是整天被外境炫目 所以眼睛才會這麼眨 對 是的 是的 你看吧 這不就很好嗎 給她掌聲鼓勵 她終於突破了 第一次突破那個 這個是批判思維 對吧 她以前習慣當爛好人 批判思維要你不能當爛好人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給她加一分 好 還有嗎 來 1 2 3 go 好 講話來 我來講講話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講話試著來分享 事實上我覺得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修行的重點就是不惡中道 因為你空 靠近 應該是說頓悟的重點 有些人他不要頓悟啊 他要拖他幾輩子 可是你拖幾輩子 譬如說如果我們沒有超越二元對立的話 事實上我們所有的念頭 還一直在造業當中 為什麼要超越二元對立 你就是要統合兩端 所以為什麼四超越是需要有無相生 如果你還在三超越 事實上就是說 雖然一如並等 但你還是沒有 還是立於其中的一端 那你不可能 因為你還是會偏向對岸就是不對 就是還是在造業當中 所以 所以沒有頓悟的缺點是什麼 沒有頓悟就是見悟嘛 見悟有可能又拖了十世 輪回十世 這十世你又繼續在造惡業 這個是嚴重的地方 這也是很少很少人幫你點出來 為什麼你需要頓悟啊 我這一世我就 我就要成就 我不想要再拖下去 那就是不惡中道 唯一的法門就是不惡中道 解身秘經講到最後 也是在講不惡中道 對吧 所以你今生能夠遇上文書 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千萬不要又在那邊傳統學佛 講了個大半天 然後拖拉一大把 沒有知己要害 然後天天都染污一大把 不能這樣子 好來 再給一個名額來 1 2 3 go 張明正 你來說說看 師父好 各位先生 大家好 我看這個視頻其實 其實感動蠻深的 因為為什麼真的那第七莫納士 真的那個推手 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是 我自己的我自己有感受 就是說常常會有一些喜慶跑出來 那真的一直在那邊指 為什麼 對他從來沒有停過 我真的 我說實在 我們看不到真的是看不到 但是你平常你的第六四在對的時候 你一到很難改 很難改 很困難 對 因為他一直在那邊指 一直在那邊指 對 所以這一塊是讓我 從這邊 所以師父剛剛講的那個不惡中道 超越這個 而且要頓悟 其實我們都一直在想 要 怎麼頓悟 對 那常常 我後來有寫一個 那個新的報酬講 常常勤佛式 還是在見悟的 我有看到 還是見悟嘛 所以還是沒有跳脫 真的還是要跳脫到 另外那個這個不惡中道的 才是正 正確的一個方式 好 我拿你的發言考 好 張兆麟 請你點評張明正 廟集長如一 好 他的解釋就是 把第七四當作 好像是 對峙的對象 壞朋友 我是把第七四當作好朋友 因為 因為 執著事實上是一個 一個 一個 是 是一種恩惠 你能夠不斷的相信 只不過相信的時候 你要相信到 對的 義理 三字四的關鍵就是說 他靠著你 對的義理 那你如果能夠繼續相信思維的話 你就會 慢慢 所謂的見悟的過程中 接近度物 這個 這個的gift是來自於 所謂的 第七四的特性 嗯 OK 所以 那個 張兆麟切到了要害 因為 視頻裡頭有講 第七末那是 一般人認為他是 負面的 執著 但是 他說 他也是 除了一般人認為他是 染污以外 他同時也是 染境的一個關鍵點 這個很少人注意到 所以你要 不二中道 你要從第八末那 第七末那是 著手啊 所以張兆麟切到要害 給張兆麟加兩分喔 還有張兆麟我給你一個 英文詞 也許你可以善用 你剛剛講的gift 是 停留在現象界 我要給你這個詞 就是現象界跟終極本質 他是共用的 叫grace grace 恩典啊 喔 對 所以你找AI機器人翻 他是不可能給你翻到那麼到位 不可能嘛 對吧 然後你就想 哇 他很快給我翻一大片 他好開心喔 對吧 結果你染污了自己 又染污了別人 對吧 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贊成 用AI機器人 對 chat GPT 對 好 師傅對各位提出來 來 幾個 幾個那個問題 你可以 從這裡頭去發揮啦 佛智跟世智充變差異在哪裡 世智充變指的是什麼 對的 對的 現象界的聰明還有學歷 所以這些都是世智充變 所謂一個是初世間法的智慧根本智 這一個是現象界的書讀很多 學歷很高 然後變才無礙 對是黃仁勳 世智 世智充變 對 請用 請要你的切入視角很好 所以請你用麥克風 學大家好 我是講話識者來分享 就這個世智充變了 目前 對 以這個現在最夯的 就是黃仁勳的代表 對 你看他風靡多少 台灣的人 對 但是如果以 從智慧的角度來看 對 事實上他就是一個現象界的代言人而已 你就是現象界跟著這個風 風起雲湧起來的風發雪月之一 事實上也不值得有多讚嘆 那所以說我們要看就是看一個東西 是要看從比較深的思維去看這個 就是以如果是這樣子 我因為學了來上課以後 也因為有了法師的啟發之後 我發現我看東西就不太一樣了 以前就會像像去可能會跟著 跟著 對 就是黃仁勳讚嘆啊 或者是 是誰啊 Anyway 就是 甚至我也曾經迷惑於您說那個大教授 那個摩治 那個他的書我也看過 但是這個就是屬於現象界的東西 對 所以我們不能要從現象界裡面 去對比出 那個你要超越現象界 對 差異 才有可能有更深的思維出來 是的 所以差異在哪裡 佛字走向終極本質 事字衝變走向現象界 停留在現象界 你如果一直長久都留在事字衝變 誰是代言人 Mask 他沒有走向終極本質 最後他的肉體生病了 這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嘛 對吧 所以這兩個除了剛剛講的差異以外 更關鍵的是這兩個要併重 要併佑 修行人不是不要四字衝變啊 不是啊 四字衝變 在菩薩道裡頭 他他叫做什麼啊 One Two Three Go 都教過啊 他叫方便嘛 六度菠蘿蜜完了以後是什麼 方便啊 師父手上就握了非常多的方便 師父會算命 師父會看地理風水 是不是 師父能夠幫助眾生 那個解套他的世間的諸多的困苦嘛 對吧 所以師父就是有四字衝變 夠組構成的方便 好所以兩個是要交付使用的 一般的學佛人常常是只選擇佛字 那就太呆了 因為你的佛字在現象界經不起挑戰啊 為什麼 你的佛字為什麼在現象界經不起挑戰 來 如果你可以答對我給你加五分加油 眾賞之下必有永福 為什麼你的佛字在現象界經不起考驗 所以你需要聽課嘛對吧 好 所以你如果只有佛字指向中極本質 大家看不到我現象界的苦你沒辦法給我解套 我就不相信你啊是不是 所以你需要四字衝變 足夠出來的方便力 譬如我救度蔣媽媽成功的救度 對吧 然後我救度傑宜宣的諸多成員 所以傑宜宣的那個 那個 向心力那麼堅固 經得起挑戰 經得起垂打 這不就是方便嗎 我太多的方便啦 我施展我的方便的時候你看不到啊 所以每一個人都要認真的學佛 你正確的學佛 你到最後這兩個兼具的 你一定能夠成就的 而不是只是我成就佛字那要幹什麼 一個疾病的疾救的病人像昨天 一個疾救的病人進來了 你說你就是給他念佛持咒 聳經念佛持咒懺悔 他完全不相信你啊 為什麼 我根本不信佛教 你跟我講那麼多佛 佛教的道理要幹什麼 這個時候你要用方便力 讓他看到 我一介入 這個病人立刻感受到好轉 他馬上就相信你 接下來你才高他 你應該你需要更多的好轉 那請你聳經念佛持咒懺悔 然後你要繼續介入啊 你不是就這樣給他丟在那邊啊 不是啊 所以方便力是無比的重要啊 再來就科學的領域 科學的視域就是視角 什麼叫轉世啊 轉世好佛教喔對吧 轉世英文 Reincarnation 輪迴 輪迴 轉世 輪迴 生生世世一直不斷流轉 叫Samsara 兩個是不一樣啊 我這一次轉一次我不再回來 Reincarnation 比如說耶穌就是被釘十世架死了 然後把他收屍埋了 後來三天以後他復活了 因為那個墓穴裡頭空了 就說他是Reincarnation 他轉世了 而不是他生生世世來跟我們在一起 不是這樣 所以像這種字 你AI是沒有辦法的啦 你要查Reincarnation嗎 R E I N C A R Reincarn N A T I O N Re很容易 所以你學英文還是有技巧 Re就是重複嘛對吧 轉世Incarnation Incarnation I N C A R N A T I O N Reincarnation 輪迴轉世 輪迴不斷的流轉 Samsara S A M S A R A Samsara S A M S A R A S A M S A R A Samsara 有一個香水就叫Samsara 非常非常知名的 非常知名的 杜化亡靈 就科學的領域什麼叫做 轉世啊 就科學的領域 1 2 3 GO 所以你看喔 這個 我們現在所做的這個是 批判性思維喔 就很深啊 我保證你答不出來啊 因為轉 講到轉世都沒人要相信啊 對吧說 然後有什麼轉世 他說他是轉世的佛佛 那也是騙人的啊 一般人就會這樣子想啊 對吧 可是現在的科學已經告訴我們 有轉世這一回事啊 那怎麼看啊 因為科學是顯學嘛 一般人容易接受嘛 那不就是Saragio Penrose 在2020年拿到諾獎物理學獎 他同時講 靈魂是不死的 他怎麼界定靈魂 跟宗教的靈魂 靈性是沒有關係的啊 這是從現象界進來的啊 他說這個靈啊 就是住在那個 Neurons 神經元的微導管 microbureau 是神經元神經元神經元 神經元組構起來 彼此要連結嘛 對吧 Neurons跟Neurons之間的微導管 他住在那兒 呈現有序的狀態 量子有序的時候 你就活著啦 當他一旦失序了 他已經不再呈現量子有序 你就往生了嘛 那佛教就講你往生了就是你業障滿了嘛 所以你的Neurons跟Neurons 你的神經元跟神經元中間的那個 microbureau 沒有辦法納受這個量子有序的這個能量 他納受不了了 那就死了 那怎麼轉世啊 佛教就講你有49天你的靈是在宇宙的能量場裡頭 他沒有死啊 他就在那邊等待著要再回來嘛 對吧 所以科學的視域裡頭 科學的視角怎麼看轉世 轉世就是你的靈魂回到了宇宙能量場 他在等待著要回來 當你一旦輪迴成光就是代表你又投入了一個肉體 而且你進入這個肉體的時候 你的那個臨時呈現了量子有序狀態進來 你就不同的肉體啊對吧 以前我可能是一個小貓 我在輪迴轉世變成一個人了 所以這個我不是載回來那個小貓的肉體啊 不是啊 我就是又選擇了一個肉體 然後進入帶著我過去式的這個造作行為的能量的組合 進入新的肉體 然後進入的時候你的neuron 你的神經元神經元神經元之間的microbial 那個連結的那個支架裡頭充滿了有序量子 有序狀態的那個能量在哪兒 這個就是轉世了 講那麼多的科學一來要你認識正確的認識 你不要學那個乍半天台 我不相信有轉世啊 達賴喇叭是不是轉世 那不在討論的範圍之內啊 是一般大眾他怎麼完成他的轉世啊 渡化亡靈最大的阻力來自哪裡 師父不是你不是很喜歡給師父亡靈嗎對吧 讓師父來渡化我非常感恩你 因為這個很重要啊真的很重要啊 對 因為這個亡靈你不去救度他 他生生世世就是一直輪迴 而且在亡靈的49天過程當中 最難度是他恐懼 他害怕他恐懼 對於未知他完全不知道嘛 對未來要怎麼樣他完全不知嘛 所以他必然恐懼啊 不信你回去拿個手帕把那個眼睛蒙起來 然後叫你女兒那個那個張兆玲 你請你的女兒牽著你的手 眼睛要蒙好牽著你的手 走三分鐘的路你必然害怕 因為你不知道他要把你帶去哪裡啊 也許就把你帶出外頭啊 這個就是亡靈的處境 對於未知從來都不知道 所以你這個時候你不救度他 你能夠成功的救度他 這個絕對是功德無量 可是有些就是阻力很大啊 你要救度他真的不那麼容易啊 那我就要請問你最大的阻力來自哪裡嗎 我曾經講過我身上沒錢 有時候一口氣湧進來 我請張明正因為很忙啊 幫我去為亡靈樂捐 曾經一口氣五個亡靈 一次我都為亡靈樂捐兩千就一萬就完了 你要知道啊 對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為他用亡靈的名義去樂捐 幫助他有功德 他有功德他就看到光明 然後你講的你的教化內容他可以聽得進去 好因為時間的關係我趕快講 都化亡靈最大的阻力就是來自亡靈的 第七末那式的執著嘛 他可以跟你講 你講得頭頭是道 但是我所認識的不是這樣啊 我所認識的那個什麼 極淨尊還有憤怒尊 憤怒尊好可怕 你怎麼說那個憤怒尊也是我啊 所以他不容易相信了 執著嘛可是如果你對他的功德做得夠 還有你每天為他懇切回向 慢慢的你會發現 他跟你產生善的一個相應 你要救度他就有可能了 好就先這樣然後解脫輪迴苦有多少方法 你不能只寫這三個啊對吧 你們常常都是照著這樣一寫寫寫寫 我就說這就叫抄襲嘛對吧不可以啊 你要自己去想啊 你不打自招 這樣子訓練你才會視野會寬廣嘛對吧 有訓練必然有差嘛對吧 所以啊Sorry這個不能讓你們看到 這個這個也有印出來齁 這個有啊這個有有有有有 在講義我忘了把它刪給課堂講 因為這個就是已經公告了 已經公告了嘛對吧 已經因為已經發佈了嘛 人我罰我我要先來解釋一下 人我賤這是知見的差錯 我的人生執著固執於一個橫長的主宰 一個橫長的主宰 就是你認為它是不變的 就我現在很有錢 我生生死死也都會很有錢 你會誤以為有一個橫長的主宰 主宰的讓你活多久 或者是讓你權貴名利在握 因此主張我就是一個實體啊 我是一個實體啊 根據這個錯誤的知見而產生 種種錯誤的行為嘛 過失就是行為上面的過失嘛 我舉了一個經典六祖壇經講 無人我共高 貪愛執著叫做黎玉尊 你在哪裡看到黎玉尊啊 對 龜玉尊一定有嘛 對吧 第二個 黎玉尊就是這裡 那黎玉尊是什麼意思 就是無是超越了人我 你看吧 人我超越二元對立的共高我 超越貪愛的執著 貪愛的執著又稱為什麼 對貪愛的執著有一個 細論嗎 對啦太讚了 你沒有用麥克風 你沒有用麥克風太可惜了 打不出來要加分 對 打不出來 全堂雅雀無聲 你為什麼會知道啊 那自知不有交啊 對 你為什麼還記得啊 那我沒有報告所以有超 喔 好處 蔣陸華充分的介紹大家一定要寫新的報告 因為他說他從完全對這個為時 完全徹底的蒼白到現在他可以搶答成功 可以有對話 來自於寫新的報告啊 那我剛才數取去連字都不懂 對 連字都不懂 對 沒錯 因為你沒有從基礎開始學嘛 可是新的班 7月7號要開班的這個新的班 是從基礎開始講起 我講一個禮拜 李悅德教授講一個禮拜 可是前面一個月 通通都是我講是前面四個禮拜 我會簡介為時在AI時代 他為什麼重要 這個你沒地方聽啊 對吧 對 我簡介完了以後才會講 我們有我們的課程是怎麼鋪陳的 為什麼要講這些課程啊這樣子 對 保證不一樣啊 你們太呆了 我聽過了 你聽過了考了都不會啊 對 還敢講你聽過了 好 請講 我有想知道 歐瑪洋恰的法師各位 學的大家好 我是講的法師者來分享 我就充分的感覺我上課然後寫新的 因為你只有上課一定就是聽過左邊 右邊聽過左邊出去 然後因為你又不是自己的東西 絕對你也複習也複習不到精髓 你根本不知道就風發血液聽過去 然後就把它當名相 但是如果你寫回應寫報告的時候 因為你必須第一個 你必須要知道法師在講什麼 第二個你要看那個講義裡面 你有沒有不懂的 然後一定要串聯起來 再加上自己上課聽 還有加上自己以前的 還會提問 講如果要是提問最多了 就是說我哪裡不懂 我講出來 我說不懂我一定不懂 我一定要搞到懂 那因為我如果不懂 我接下來後面都完蛋了 都不懂 對所以我一定不能說我在這堂課裡面 有什麼不懂 因為他後面 這關係到未來 我要真的了解這一門課 我一定要當下法師講到哪裡 我要完全的懂 所以我自己的感覺 我自己都知道我的進步很快 就像星期四的 韋式的那個Mask的視頻 我發現我看的就跟別人的不一樣 對充分顯示你的解讀是不一樣 對而且因為法師的課 事實上是有連結性 如果你只有斷章取義說 只來三五堂課 事實上得不到東西 那就是因為整個拉高 你的思維拉高 而且他前面可能這個半個月以前 或是一個月以前 跟現在有關係 因為他是一脈相乘 所以當然如果你跟著這個關係 一直拉高你的思維 你的看法一定不一樣 不可能說我只來學一堂課 我就因為那個現象界 要思維的東西沒有那麼簡單 游圓廣那麼年輕對吧 他來上課 他對Mask的那個Model Pi 他也有他的看法 可是他的看法 還是停留在比較低的思維 對因為他沒有受到訓練嘛 雖然他很年輕 他也很會玩3C產品 但是他沒有受到訓練 所以他的思維沒有辦法 把他高起來 他那天的分享 有特別講到VR VR這個我們也 那個Visual Reality 就是虛擬實境 可是Mask的Model Pi 跟虛擬實境完全扯不上關係 他不是用那一套傳 那就叫傳統啦 不是用那個那一套傳統的東西 雖然VR很新啊 但是被Mask一比他就變成傳統了嘛 對吧 所以真的一定要跟對師父啦 對 像法師在講說義士 這現在是一個義士的時代 老師講 因為我們沒有體悟 對 而且這太新了 對 所以法師講一百遍 我們也沒辦法體悟 對 沒有辦法體悟 可是因為我跟著 我直到現在才知道法師為什麼 一直在講A 強調 強調這個是義士時代 因為我進入義士以後 我就發現那個視頻 我發現我能夠了解他到底為什麼 對 法師一直在講 直到我看了那個視頻 我才知道法師說 這個就是一個義士的時代 對 完全用義士來操控 對 我終於知道法師為什麼要我們學這個 唯士 因為下一個世紀就是義士的時代 對 你現在已經超前大家的思維 對 如果你還留在很 很那個什麼VR 什麼什麼物質界 VRAR 那個都太晚了 都已經被超越 因為最後就是義士 所以法師事實上法師的課 是超前 但是因為我沒有經驗 對 沒有辦法真正去了解法師 真的要告訴我們 那是因為我一路跟 法師講什麼 我有跟上來 但是你有一個完全沒跟上 你沒有誦經 對對對 這個是我一定要突破 你如果誦經的話 你就才會真正的飛躍 是因為我現在我覺得太苦了 我有覺得說 是啊我一定要改善這個 我可以改 因為當時我自己超越自己的病苦的時候 我也是把這些 從聳經所有的事情 一夕之間全做到 結果也是三五個月 就所有的東西都改善了 都超越了 所以就是看你的用功程度 謝謝 對 對 是好 法我見 惡稱人 惡稱人指什麼 惡稱人指什麼 我寫在這裡啦 聲文言訣 惡稱人的偏見 這是我法我見 指的是什麼呢 一切的法 宇宙萬法 各有其體性 雖然能 他 惡稱人已經達到了人我空 所以 法無我 人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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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他已經做到了人無我的這個智慧 但是 他終究還是怕 貪生怕死 因為他沒有超越生與死的二元對立 他這一關他沒有通過 所以 就惡稱人的這個偏見而言 錯誤的他只取了涅槃 涅槃只是中途島 只是中途島裡頭的 他誤以為那個是終極的理則啦 但是其實整個終極真理 涅槃在這裡 原正苦題在這裡 那還找的呢 所以 因為 因為法理 對義理的不夠通透 所以生起了錯誤的偏見 這個就叫做 法我見 所謂二稱人指的是 身文稱 原訣稱 涅槃 凡語稱為滅渡 這是什麼意思啊 滅渡 涅槃是什麼意思 邱培 我第三次考你這一個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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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 師父 師長大家好 好 涅槃就是 涅槃 涅槃 媚靜 苦媚靜 超越二元對立 超越什麼的二元對立 有無啊 生死的對立 有無生死 所以涅槃本來是說 超越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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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死被冥想 不就是超越 超越生死的束縛 但是他的這個體悟還是相對的狹隘 我不是說你啦 我說涅槃 涅槃行者的二稱人的行者 對涅槃的體悟還是相對的狹隘 他沒有辦法突破到 一超越二超越元起法 三超越一如平等 然後最終終極圓滿 圓正菩提是他有相生的力量 他沒有啊 重點在這裡啊 為什麼圓正菩提這麼重要 他帶來了相生空有併聚 有無相生 你哪一個超越有這個能量沒有 這所以為什麼鼓勵大家一定要努力朝向圓正菩提 好 菩提嘎啦來了 凡語 菩提嘎啦 是友情友情就是眾生流轉 數數去 數數字取諸去就叫做菩提嘎啦 就意為人就是鄧炳坤講的就是我嘛 就是人眾生 可是心意推翻了這樣子粗糙的解釋 就稱為數取去 數度的直取你所要趨向的那一個道 數者取五去而輪迴 對 輪迴在五道 五道輪迴 五道是哪五道啊 陳明玉 五道是什麼 從最低上來你才不會搞亂 叫什麼 地獄嘛 師父還有個師送 我要往喬喬地獄全民試著回答 就是地獄 惡鬼 處神 阿修羅 人 非常好 對 所以菩提嘎啦 比較偏向於他所指取的是在 五道的輪迴當中 意思什麼 輪迴轉生的主體 就是菩提嘎啦 我們為什麼能會輪迴轉生啊 是這一個主體是菩提嘎啦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說是第八阿賴耶史 你說到第八阿賴耶史我沒話講啊 問題第八阿賴耶史只是一個倉庫而已啊 那你說我可不可以講第七莫那世 問題是莫那世只是推手而已啊 對吧 所以你講第八阿賴耶史不足 你講第七莫那世不足 你說那我講前六世那就更扯了嘛 對吧 從前六世一直到第八阿賴耶史組合起來的主體 就叫菩提嘎啦 這樣可以理解嗎 足取去意志速度速你看吧 速度往返在五去的輪迴者 所以鄧敏坤不能粗淺的解釋為我啊 不是我 是他這個菩提嘎啦是數次往返在這個五去 就是五道 五道就是陳明玉講的這個輪迴當中 這個你們會拿到講義嗎對吧 欸怎麼我又來一個菩提嘎啦 八向成道這個上個禮拜有講對吧 所以我這個都可以跳過 八向成道都講了 條幅本母上個禮拜有講嗎 有 有的人有點頭有 這是舊的講義耶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講義耶 我沒把它刪掉 因為我不確定你們懂不懂耶 本母我來考一個本母來 1 2 3 GO 好 張明正 師傅好 各位學長大家好 歐瑞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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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衍生出來的論柱 對 非常好 給他掌聲鼓勵 對 本就是結集的經典 然後母就是來詮釋這個經典 他是由結集的經典衍生出來 所以叫做母 這樣可以懂嗎 有 所以代表有講 要複習 你們要來上課要複習一下 所以講了什麼八項成道條幅啊本母 那是第三講 現在這個是今天新的第四講 人我罰我來是流轉的成因啊 好 圓文來 那個路仁德麻煩您來唸一下好不好 因為那個邱培你現在都會回答了嘛 所以你都有得分了嘛 對吧 好 抱歉 對 還好劉曉玲通辭您 對 經文原典解生命經 如來曾所作品 如來曾所作飾品云 父賜地水轉世 即於世中作普特邪羅相矣 於丹來世流轉音世 依親近平友 細念於所緣世 即於世中情精進世 心安住世 憲法要住世 對 超一切苦緣方便世 比騙之世 此負三種 顛倒騙之所依處故 對 好的 給他掌聲鼓勵 真的不容易 對 非常謝謝您 那個路仁德大菩薩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十五有把它翻譯出來 隨順的眾生 隨順並不是說同意啊 不是啊 後來我這個隨順都把它改成順應 你沒有辦法 他根氣就是這麼一丁點的 豆子大而已 你要對他講什麼高深的法 那也不是說他的根氣就那麼低 你就放棄他 不是 那要怎麼辦啊 要怎麼辦 所以我後來我都改成順應 你就是要順應他嘛 好 那要怎麼辦 對根氣不足的人的眾生 你要怎麼辦 你該不會說啊 這個根氣不足啊 好吧 你修建物好了 不是啊 對根氣不足的人 你要搶救他 你要懇切回向啊 你每天都要為眾生回向啊 所以我們的回向第一點就是 什麼 每次師傅講完 上完課都帶著大家回向 為什麼要帶著大家 我發現如果我一個人在回向 你們都在打妄想啊 為什麼我一次一句帶著你們唸 就是要你學 你在家 你的 你們的回向 師傅哪不知道你們怎麼回向 名字就唸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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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生效嘛 你要知道師傅是肯切回向 我希望這個人生病要好 一定要好 你一定要肯切回向 所以回向的第一個都說 願把今天聽經文法的功德 回向什麼 法界一切眾生 然後呢就完了嗎 願我等於眾生 願我等於眾生 接共成佛道看到嗎 這是大重點啊 對於那些根氣不足的眾生 你在所有回向當中 你要列為第一要義 你要幫助他 把今天我所做的所有的功德 回向給 法界一切眾生 讓他根氣能夠成長 讓他也能夠進入頓悟 這個多重要啊 你有做嗎 你們有做嗎 沒有 回向也不想回向 因為想 回向也不曉得有沒有效 我告訴你回向保證有效 保證有效 因為我就是過來人嘛 我為大家回向 我怎麼確保我的 我的學生 我的 那個傑宣的地址都平安 而且都能夠輝煌騰達 你看傑宣的地址都是高人啊 對吧 Intel 那個什麼 丁建峰 Intel R&D 研發部經理 然後 他有一個例子值得大家參考 有一年Intel發生重大的困境 在科技上沒有辦法突破 然後 他就 那個時候他還不是什麼經理啊 就是只是 項目的主管 他就管一個項目而已 然後那個時候 他剛剛接觸師傅 師傅 師傅也不知道他 他們公司 碰到這麼大的困境 但是那時候 師傅第一個傳出的咒語 當然是 每一個人都要熟 熟讀這個咒語 丁建峰就用這個咒語 突破了那個困境 進入世界 世界 成功的那個 那個工程師之一啊 四萬人 打敗四萬人 他馬上就被著身為 技術部經理 技術部經理 從 項目主管 著身為 技術部經理 然後 再來 在研發部經理 所以師傅怎麼忽悠我的弟子 我的學生 你看得出來啊 對吧 你該不會待到 連這個你都無從感受吧 對吧 所以肯切回向絕對有幫助 所以隨順眾生 普特加拉的想法 普特加拉再也不是只有我 普特加拉是什麼 就是要準備輪回的那一個主體 是一個主體 他說這也是要順應眾生 執著在 人我 人我就是二元對立嗎 於是說來是流轉的成因 所以如來就說 你執著在人我的對立 這就是你日後必定流轉的第一因啊 所以第一因是什麼 二元對立啊 你要知道啊 然後再來 要還要在順應眾生執著於罰我 罰我就是無違法跟有違法 你又把它對立起來了 你又想啊 我這時候我學佛才沒多久啊 努力賺錢好多都是這樣 我努力賺錢了賺錢了來供養師父 然後再慢慢清淨法理 尤本養廖佩君他們不就是這樣嗎 對吧 現在廖佩君已經報名了 下定決心我一定要學維持了 他已經報名了 成功的報名了 期待尤本養也能夠跟上 但是尤本養太忙碌 可是忙碌都是 都是自己找的藉口不是嗎 對吧 所以你 但是你看到尤本養是厲害人士啊 對吧 他回來上課沒有幾個月耶 沒有幾個月 但是他說他沒來上課 也都有在雲端聽 但是他也承認雲端聽就是有一搭沒一搭 但是他還是有想要就是成長嘛 我有問他說尤本養你可不可以把你 當年師傅怎麼救度你 跟大家分享 他說這應該啊 師傅你應該要給我時間喔 我讓大家知道我怎麼被疏忽救度 他是精神病人耶 不是憂鬱症者 精神病人被綁起來 送在那個精神病院裡頭 手療腳扣綁起來 因為他會打人要殺人嘛 所以醫院也害怕就把他綁起來 那個廖沛君是受到靈柔接引來上課 我看到廖沛君 我當然不認得廖沛君啦 我看到他我就說 你家中婦婿要來上課喔 他的病才有可能好 我說你現在用那個方法他不會好啊 那廖沛君不認得我啊 他以為師傅都是勸善嘛 勸每一個人來上課 他不知道第二次第二禮拜來上課 廖沛君又來上課 他還是沒帶尤本陽來 然後我又提醒他 我說你中婦婿要來上課喔 我說我保證你啦 他沒有來上課 他不可能好啦 第三個禮拜他來了 據尤本陽最近跟我講的 就說我第一次來聽上課 聽師傅上課 他說我兩眼發直啊 我完全不知道師傅在講什麼 他是學理工的嘛大學 然後他說我完全不知道欸 但是很奇怪我就想要來上課 然後第四個禮拜 他說我跟我太太講說 我要去上師傅的課 你看師傅充分的射受他 直到他完全痊癒 所以他說他一定要找時間 跟大家分享他這麼嚴重的精神病 會殺人到他完全好 現在能夠來上課 現在還能帶領他的兒子 他兒子也有這個的問題 對所以你要知道師傅的用心良苦 師傅說你要聽話照做 你就要聽話照做嘛 有這麼困難嗎對吧 執著於法我 法我這個就是無違法跟有違法的對立 這是你流轉生死流轉的第二因 然後此極說眾生有執著於人我的對立 跟法我的對立 導致流轉無窮 所以我人的輪回生死 最主要的根本因是什麼 就是二元對立對吧 對人我的二元對立 對法我的二元對立 對自他的二元對立 對世間法出世間法的二元對立 簡單的說 導致我們輪回生死的第一要因是 二元對立 你沒聽過吧 你們都會講一大把理由一大把理由 那都不是重點 你看嘛 解身秘精 秘精嘛對吧 依清淨之說 則要宣說有三心 這個是講我們被染污 接下來釋迦牟尼佛要講 如果就清淨 清淨是什麼意思 超越二元對立 如果就超越二元對立的這個言論來說 我還要宣說有三個重點 你一定要做到 第一個 皈依 這個皈依是說找聖賢師傅來皈依嗎 是這個意思嗎 我舉聖言法師還沒有持世以前 他有一次在那個網路上面 就是播出他以前的到處那個 那個叫什麼開示啊 他說欸 有人問我開 皈依重不重要 然後他說我要告訴你啊 不重要啊 為什麼 他說我隨便找一個人 你們聽我講那個 開示的人 你有沒有皈依啊 他說有 那你的皈依師傅是誰 不記得 多少人 記得自己的皈依師傅啊 有的人 這邊皈依那邊皈依到處都皈依 到最後問說 你皈依誰 我不知道欸 我皈依了好多喔 所以你說皈依重不重要 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你什麼都不懂 對吧 好那你說 皈依真的不重要嗎 皈依重要 為什麼重要 皈依順依止佛教 我一定要想辦法依止佛教的信願形來進行修道 所以這個時候你如果有這個心的話 皈依就是無比的重要 所以這個當然是在講皈依的重要那個皈依 性解你要深信佛法 性願形然後解深度深化意理去理解佛法 最後你才有可能有能力發超越二元對立的菩提心 菩提就是清淨就是超越二元對立嘛 所以他說你這個清淨的三心是要從指觀的修行當中得到了法要 這個字是樂但是在這邊不是念樂是法要就是這個法要能夠在你的修行的途中 產生轉折的那個關鍵叫做法要 根據這一點可以幫助眾生解脫諸苦 至於變之的如實之這是最高級了 所以你看四尊的蔣經說法第一個先解釋我人為什麼會流轉生死的原因 第二個才說那你不想要流轉輪迴那你就要清淨修 那要怎麼修啊歸於信解發譜心啊最後告訴你成果啊 變之變之一切淨修空騙法界的如實 如實是什麼 如實就suchiness真如說嘛 你就是如如不動的那個永恆的終極的那個最高底兒那個才會變之嘛 變之就是淨修空騙法界你把這個終極的真理 如實的了之你才會知道你到了這個境界 你自然知道眾生他為什麼顛倒 他為什麼他為什麼患這個病 他為什麼孤苦伶仃他有兄弟啊 但是他兄弟跟他沒有沒有情投意合啊 沒有沒有溫暖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就會知道眾生顛倒 邪行因何而來為什麼眾生會有me too啊對吧 眾生離真上慢應該要怎麼來修啊對吧 必你必須要了知眾生的顛倒邪行這個就叫做真上慢 可是你要知道這個的話你要如實知啊 這樣可以理解嗎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告訴弟子為什麼會輪回生死 因為人我的對立還有法我的對立第一個 第二個講所以你要達到清淨心要歸一要信什麼 性解對意理的性解然後發菩提心 第三就是你要盡虛空騙法界讓自己進入終極的真理 然後你終於就會知道眾生為什麼會搞me too 眾生為什麼他有非常多的惡惜 這個時候簡單的說這個時候你已經有方便力 所以你容易清淨眾生再來 這個sorry這個我沒有把它刪掉 這是上禮拜的有沒有以下都是上禮拜的 我沒有把它刪掉以下都是上禮拜的對吧 這都是上禮拜嗎花生相法生相這都是上個禮拜 簡單的說今天的課我已經圓滿了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好那我們來回想還嗎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嗨啊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